尊敬的战友们,大家好,我是面具先生 首先向战友们坦白 上一次把自己的脸弄绿了 没有发生别的事情 只是因为自己太蠢了 在调色的时候 因为开了晚夜间模式 结果颜色没有看太好 结果就调成了那个鬼颜色 所以说把自己也抽哭了 但是因为做完渲染出来之后 实在是太费事了 就没有重新调 然后凑合了就上了 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 谢谢所有的战友们的友好的提醒 第二个 我想象所有的 因为上次看了我的节目 而生气 或者是伤害了很多 我们无辜战友的心的 所有的战友 在这里请允许面具先生向你表示真心的感谢 但是 由此我也想 告诉所有的战友们 面具先生昨天 关于那些采访北京人的事情 我是想说明 是共产党 强迫的让没有选择的中国人 不得不那样生活 试想一下战友们 他们为什么不敢说话 为什么不敢说真话 是共产党这个邪恶的体制 抖住了我们必须要这样做 所以是共产党的错 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我们的民族很伟大 每一个在国内的战友都是最伟大的 我认为你们都是最勇敢的 也是最不容易的 所以面具先生怎么可能就说那种伤害你们的话呢 是你们真的把面具先生的意思给曲解了 我发的第一个推特 就是 我忍不住了 我看到所有的推 大概是两年半以前 那么多的人 去骂我们中国人 什么民族性 劣根性 拿鲁迅来说话 我最讨厌的就是鲁迅 因为他骂的是我们中国同胞 他骂的不是统治者 也没有点名到现在骂这个最高的 造成这些苦难的最高的统治者和独裁者 他骂的是老百姓 还有所有骂中国老百姓的都是我最大的敌人 因为我几乎绝大部分的家人 都在国内 他们都是非常善良 非常的勤劳 他们都是在我眼中都是最优秀 包括所有的战友们 你们都是最优秀最伟大的 所以在这里 向所有看了我的节目 觉得伤害了受伤害的战友 向你们表示万分万分的感谢 但是也请你们理解 面具先生绝对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意思 谢谢所有的战友们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香港 可以说我想象到了香港一定会震撼世界 但是没想到会超过战中事件 会有一百万一百五十万人超过了香港走人口的七分之一的民众 而且更震撼的是香港的人民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最伟大的一面 所有人都是守法律和道德的红线 而且还那么的高素质 有条不稳 一百多万人在街上行走 而且还能那么有秩序 这叫什么概念 战友们世界的游行太多了 印度的游行 这上千万人上亿人 但是没有像香港人有那么的高素质 那么的有纪律 所以这次游行 第一在镇市上震撼了世界 第二 香港人民为我们中国人为华夏子孙争了国 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要依法不去踩踏道德的红线 去争取我们本来就应该有的安全自由和美好 所以香港人民太伟大了 向所有的香港人民致敬 向我们伟大的同胞致敬 那么香港619已经过去 已经成为历史 而且是绝对会成为香港历史上最伟大的语言 最伟大的一个篇章 反潜法还没有结束 6月12号 会不会再一次震撼世界 我认为一定会的 战友们 通过郭文贵先生的视频中 汹涌成竹 以及香港市民的 这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6月9号 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演习 6月12号 才会真正的到达一个更伟大的一个时代 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 在6月9号 香港人民游行中的一些比较辉煌的训剑 我们回顾一下 这有 这看过 想象过 天天说人山人海 但是从来没见过 听说过 今天是第一次 在6月9号 看见了什么才是 真正的人山人海 什么才叫真正的人民的力量 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渺小的 但是当每一个人团结起来的时候 香港人民 我认为全世界输了一个最好的榜 当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力量 任何政府 任何政党 任何所谓的伟能 在人民面前 都太黯然失色了 我们再看一看 大国 一国两制已经根本已经死亡了 尤其是这条法 如果送中是过了的话 根本就是最后一斗钉 战友们 当你们看到这些青色的面庞的时候 90后或者00后的时候 心里是什么感想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战友们看这人群 而且是非常有秩序的 特别的震撼 我昨天跟一个在香港现场的朋友 战友 在跟他通话的时候 他跟我说的太感动了 战友 就是香港人民 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去上街的 他跟我说着说着就哭了 他说的 他说你不知道我们香港人 他说我从大陆去香港 就足足背背 已经是几代人了 奋斗是多么的不容易 是多么的爱香港 然后奋斗了几代人 然后现在才刚有一点点的这种辉煌 因为香港他是属于很贫瘠 没啥资源 所以说能发展到现在 就是靠香港人民的智慧 包括香港的电影 还有香港的文化 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所以香港人民真的太伟大了 所以由此你也可以看到 香港现在发展了金融制度 中国的电影 香港应该是可以 跟台湾应该是不分不分 甚至我觉得香港电影 我个人更喜欢一些 香港的文化 香港的文明 还有这次香港人的素质 我认为向全世界证明了 香港人的伟大 这个绝对是一个威权统治的一个逼牙 我们其实作为一个香港人 都很应该在这一天 一起去跟我们的广大市民 一起集我们的一分小力气 去向我们政府表达我们的意见 从早上到晚上 而且我跟那位朋友 在通话的时候 他说香港这次游行 小到墙堡里的婴儿 妈妈抱在怀里 大到七八十岁的老人 需要人扶着 搀扶着上级 这就是香港人的团结 还有我们骨子里 就是老祖 能跟我们留下来的 因为我们是家庭下 自古以来 再加上宗华 就血浓于水的这种爱 真的是太感动了 这真是震车山谷 响彻云霄 太震撼了 我们再看啊 与警察冲突这一小块 其实据现场的很多的朋友 战友们说 有很多军人都是说普通话的 因为可能是一召集的时候 或者是一激验的时候 估计这个就兜不住了 就装不了了 就说普通话 露馅儿 郭先生也说 大部分都是PLA的人 通过看他们的体型 还有一些体态 就能看出来 所以说共产党是真坏 中国人民是真好 中华民族 那是绝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 战友们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觉得我骂中国人了 我骂中华民族了 那我要那样的话 我出来干嘛呀 我出来就是骂我自己祖宗 骂我自己爹 骂自己骂 那我不是有病吗 这不是 所以说希望战友们 一定不要曲解 别人讲话的意思 这个让人很伤心 很伤心的 好战友们 这简单回顾一下 昨天的一些 香港人民的一些 比较感人的训练吧 比较震撼忍心的 那么香港游行 郭先生也说 我也觉得 最重要的 一定不能变得像六四那样的悲剧 一定要成为 没脏共产党 变成共产党的悲剧 那么我们就需要借助 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东西 媒体 让全世界看到共产党做了啥 不至于直到现在 世界很多国家 甚至世界很 包括中国人民 还不知道六四 死了多少人 不知道六四 是多么的残忍的 一场血腥的大屠杀 通过今天在这个推特上 有一个男的在美国吧 大概是 我没细看 说六四没有死人 六四死的都是解放军 死的都是什么暴徒 我骂的就是这种人 就是瞪眼说瞎话 他们是真忘记 而且是像珠山路一样 把北大的学生都当成傻叉 忘掉了那些年轻人 为我们付出的生命 为这个民族付出的生命 我骂的是这些人 而且他们还要爱着 这个开坦克 压我们同胞的共产党 还要说的党好 还要当爱国贼 我骂的是这些人 而战友们 我说了 香港的六九事件 最重要也是它最大的价值 第一个 就是要让全世界看到共产党 对香港人做了什么 全世界都看到 共产党是如何一次又一次打破自己的承诺 回归之后对香港的承诺 几乎现在不管推翻还不说 还要变本加厉 这就是让全世界看到共产党 它的扩张 它的野心 以及它对人类的威胁 最重要的东西 那么现在世界对于六九有什么反响呢 我们简单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卡尔巴斯先生 泰尔卡尔布斯先生 因为卡尔布斯先生 几乎所有的事件都非常积极的呼吁 而且这个人觉得就是很平易近人 经常互官之类的 丝毫没有 咱们有很多中国式官员那种傲慢 丝毫没有 我们看卡尔布斯发了什么 他说中央电视台目前正在报道 吉尔吉斯斯坦 修路的消息 大家注意时间六月九号 就是说一片晴天 香港没事 中国的好人 根本不会看到这么多 他们会跟他们的香港情景提及 你是藏不到真相的 你新闻联播不说 难道就没有其他手段知道了吗 我们国内的战友那么的智慧 那么的聪明 对不对 一个新闻联播竟然把所有人都骗了吗 你骗的只能是那些爱国贼 和那些五毛 你绝对骗不了真正的战友和真心 想要为六四的同胞们找回公道的人 以及真心的支持香港人民的人 真心的想把你这个共产党干掉地狱的人 你是欺骗不了这些同胞吧 我们再往下看还有哪些 纽约时报也进行了报道 说成年伤犯的抗议者在香港 超过一英理查 表现出对政治提案的愤怒和恐惧 愤怒和恐惧 可能 允许引渡到中国大陆 详细的我没太看 卡拉巴斯还有一篇报道 发了一个推特 这令人惊叹的香港 中国演艺法抗议者的照片 应该是这个 我没有看到更令人深刻的 这种场面 我从未见到过 香港人民让我见到第一次 也很难等到看到 这个人的反应 这是他的噩梦 这个人 我不太确定 总之不是什么好人了 再往下 Rabio也是我们的战友 Rabio 我们都应该感受到 人民的启发和支持 香港因为他们和平的 抗议支持自治和反对 北京支持的提议引渡法案 这个凯尔贝斯 Rabio 他们报道 跟刚才我看到的纽约时报 有什么不同战友们发现了吗 凯尔贝斯和Rabio 直接指出啥 这就是你北京 用凯尔利林这个傀儡 制造的这场 灾难 而纽约时报 说清楚了吗 没说清楚 这就是郭先生说 有些报道是啥 小妈大帮忙 或者说大妈 帮小妈 前面跟你说这件事 但后边咋都给你否了 所以这是 谁是真战友 谁是假战友 战友们 这就能看出来 Rabio Karabios 这绝对是 港港的战友 像什么纽约时报了 还在啥 还在观望呢 还在找点 利益 对不对 我要报道 怎么着 这个 王岐山肯定 林郑交代也出来了 怎么能报道 压听了 对不对 那不报道怎么办 上点钱 对不对 高盛又出来 给钱 对不对 所以这是媒体 啥叫这个社交媒体 啥叫什么大新闻媒体 就是利益媒体 所以战友们 看新闻 千万不能直看标题 容易上当 好 我们再往下看战友们 这是法国 法国 世界之声 香港示威报道 国际传媒 多采用百万人数字 彭博CNN法新社 更新标题突出 更标题突出 你看了吗 像这个媒体 就属于臭不要脸 要不然 你就帮我们好好报道 你说你这个标题 啥意思吗 战友们注意 我多次引用着世界之声 他的媒体 所有事件他都报道 但是他绝对是 深受蓝金黄影响的 受蓝金黄影响的媒体 绝对不是咱们瞪一眼 就能瞪出来的战友们 绝对不是 没那么简单 倒过人坏着呢 我们再看CNN这边报道 也报道了香港 所有 亲爱的战友们 这些新闻 有事 完全站在我们这边 也有啥 倾听颠水点一点 也有啥 小妈大帮忙的 当然我没有找权 但是不论如何 香港事件 已经成为一个国际事件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一点来说 香港的游行 绝对是震撼的 也是成功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媒体 包括很多政客 就像郭先生说 都在观望状态 等12月9号之后 可能就有倒戈的了 站在我们这边 因为看到我们要赢了 所以我一次再一次的说 战友们 任何我们的想法 都要靠我们 我们的梦想 都要靠我们自己来实现 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自己的民族来实现 靠我们团结 实现我们想要的东西 不会再有第二个人 也像郭先生一样 也为我们付出 生命 财产 家人 一切 没有了 只有我们同胞自己 才可以 其他国家 包括美国 包括日本 他可以在某种程度帮我们 但是前提一定是在 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 所以战友们 做好迎接战斗的准备吧 我相信当中国人 再次走上街头的时候 有香港人民为我们做下这样的榜样和楷模 我们中国人 内陆人也一定做的不会比香港差 也一样会震撼世界 好战友们 当然 国际大新闻也说了 当然咱们搞笑 卖国 卖民部 也就是外交部 也出来也评价了 也说了 我们来听一听 据我了解 目前已经有80多万的香港市民 参加了护港安全 称修立大联盟的活动 你看他长的那个 你长的就纠结了 你说话也纠结 你看他说的 目前有80多万的香港市民 参加了护港安全 称修立大联盟 也就是说 他说香港上街的都是挺修炼监督法的 你也说什么 这有多流氓 我们再往下听 这也突然说明香港的主流民意 支持特区政府的修理工作 我们这里再次重申 中央政府坚定的支持特区政府 推进修订两个条例的工作 我目前已经有80多万的香港市民 参加了护港安全称修立大联盟活动 首先这是一个截止到目前的数字 这个数字还在增长 第二所谓的百万人大游行 我刚才说的 我提醒你 注意特区政府已经做出了回应 特区政府给出的数字 不是一百万 是比这个小的多的一个数字 我这里不愿意跟你去陷入到这个细节的讨论当中 像你所谓的哪个数字大 哪个数字多 就正是谁代表民意 我觉得这并不很有说服力 战友们 你说这点自打嘴巴 刚才说 虽然是假话 说是修宪 有这80万人支持 意思是人多 香港市民之后来又说 不是谁人多 然后 就是有啥说服力 就有说服力 就自己打 就假话都自己把自己嘴巴给打了 这就是卖国布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赵高是啥 是让一个人 几个人当朝的那几十个大臣 指路为马 中国共产党事件上 14亿人都指路为马 把黑的说成白的 太阳说成月亮 瞪眼说瞎话 全世界都指着香港人民上街是为了抗 反抗你中国共产党干预修这个 遣返法 是反对你 不是支持你 他要说成支持 我一再说中国的外交部谁听啊 他全是给中国老百姓听的 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 一个赵高不可怕 现在是党内这些卖国贼 杜国贼全是赵高 全指路为马 他不是指路为马 是指太阳为月亮 更夸张 所以共产党的造假能力 真的是 我觉得这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好战友们 这是简单的 6月9号的回顾 那么6月12号 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简单通过郭文贵先生 他的一些 小料 以及他的一些 谈的关于香港的一些内容 我们来推测一下 首先 我们先来看一看香港 6月12号 公开的计划 公开的计划 6月1晚上11点 也就是今天晚上 到这个早上八十 在立法会门外 50万人包围立法会 阻止暴政法通过 6月12号 全港大罢工 罢市罢客 战友们 我觉得这个罢工 罢市罢客 任何一个国家 都超不过一个月 立马完蛋 任何一个国家 罢客没事 一罢工罢市 卖东西都没有了 你吃啥 这不是说就没有粮 啥都没有了 盐都没有卖的了 水也没有送的了 工人 你没饭吃 你还咋干活 立马就陷入这个瘫痪 尤其是香港 它大部分的资源 都得靠外来 它港内啥都没有 它是个国际的一个 中转站之类的 对外联系的一个窗口 对内联系的一个码头 所以它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如果他在香港这 一瘫痪 可以说 那影响的 那可就大了去了 好 那我们再听一听 郭文贵先生 今天 突然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跟这个保镖庄 还有这个细思小哥 你俩直播完 给你俩一份任务 下去收拾直播室 从现在起 到未来的五天 全面随时作战 我这说你工作 你也同时说 随时 我告诉路德 咱给战友呼吁一下 大家战友们 互相传阅一下 香港传来重大消息 接下来的三到四天 那叫重大时间 我们随时直播 随时直播 现在这俩人已经彻底被争招了 所有战友们 做好准备 随时直播 路德先生 Sara女士 所有的战友们 现在进入战备状态 战备状态 随时直播 好了 好 很欢乐 所以 六月 12号发生的事情 发生的事情 肯定只大不小 另外 我们再看一看 郭文贵先生 在六月九号游行之后 他的一些感想 我觉得这个对于六月12号的游行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或者说 这也算是一个隔空建议 隔空宪策 也算是 我们看一下 这次看 一定在独立的学校 得反共产党 说给共产党 今天所有看过直播的 就听 说句话 第一条 你的今天的行动方案 和行动本事 跟人员的方法 完全没超出预料 如果是我国庚会 我今天绝对 都会让人出出场 我一定让大家 说法的 比如说我开大招式 开车 这是郭先生 已经是招牌了 车车车 油油油 火火火 招牌 战友们可以看看香港的地图 我在这里不给大家放了 香港 弹丸之地 他那个 就几条主干道 只要那几条主干道一封 你什么PLA解放军 你坦克 你得运进来 你不能在天上投下来 对不对 你不能在天上投 你能投几台 你得开进来 你这个装甲车 啥子 你都得开进来 路口一封 你怎么开 你要强行开 把油放那 对不对 然后再放点鞭炮 这个什么二踢脚 往那一扔 往油都一扔 你开吧 对吧 第二条 今天香港核心的核心是 通电 和通讯 这两条 把你给废了 你这个指挥权 你都不灵 我们不灵 你也不灵 第二个通讯 这个拿对两机 对不对 哪里路口 需要支援 因为啥 咱们盛世上在啥 人多 当你 他们啥 协调 你人民群 咱们可以看香港人民这次的团结 没有任何联系 大家主动 你那个警察和军队就不一样了 你一分钟你得不到指示 你都不知道干啥 这一群人围着你 你那个按国研的话 这次一共是13万人 大概是十几万人 香港这次出动是100多万 大家想这次是100多万 下一次会多少多少人 用超过十倍的人围你一小堆 我啥也不干就围着你 呆着你看着你笑 不行吗 你慌不慌 毛不毛 今天他最大的防卫是 立法和香港政府 但是今天如果达到 对九重和香港的几个地 地通的地下水道 整个中环和湾仔之间的这通物理隔断 你什么都不行 香港是绝佳之地的作证的 最后一条你今天香港政府 要和义人商人 这个名人不上街政府官员 特别是民主运作的 所有人全部分十个人看一个 二十个人看一个 全部都临起来了 让他们没有机会 就要担守行动 如果我今天说 我一定要今天拿着英国波奇那个大姐姐 我让他领导一支军队 我要让不投的地方 完全你不知道是领导军队 军队 这个军队可能啥 黑水公司的呀 开尔卑斯的呀 对不对 咱们战友的呀 雇点这个雇佣军 这随便雇点都比你解发军厉害吧 对不对 比你解发军专业吧 比你解发军设备好吧 我一定会在的地方 用最大额度的钱 最大的雇给技术 用最新的人来对方你 你绝对贯赞 所以我说解决 你斩首行动 我有新早的准备 但是现在我解决通信 那么你太简单了 随便搞一个机器 都可以保证我们世界 突然想起了 郭先生说的卫星 5G通信 对不对 卫星 然后切断你的供给 然后黑药物业和你的通信 这个运动就不是你说的说了 就是我说的话 这场抗争运动 共产党设计是72小时 我知道只有我力量 能坚持75个小时 我就会赢 全世界都是把后报 都是投机者 那个时候大家都该压制 香港的这些运动百姓吧 战友们注意啊 连共产党的这种计划 72小时 郭先生都知道啊 常言道 知己知彼 白战不代嘛 对不对 就这种消息都知道 你想想 这共产党 基本上在郭先生面前 就属于脱裤的状态啊 王岐山就是在脖子挂两个尿袋 就这种状态 以为自己穿着西装很帅 很酷 很绅士 觉得自己就不知道 别人就不知道自己是流氓了 对不对 真的是 基本上都是裸奔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想做啥 郭先生每次都能预言中 这个很有意思 一到74以后 他们就这是个突击的机会了 今天要让我很兴奋 你们不过如此 孙敏军 孟严若 王岐山 你们几个人的本事 不过如此 这个 好了 战友们 大家想一想 这6月9号完事了 郭先生说这书给谁听呢 真的给孙敏军听吗 有必要吗 我觉得这就啥 隔空限策 用不用就看你了 这招绝对是 绝对是零的 因为郭先生 他在香港有最大的房子 二是郭先生在香港 也是算是在香港起家 他在香港找的投资 夏评女 所以他对香港太了解了 感情也特别深 所以你看郭先生说的几招 全是最适合香港的 也是对于所谓的PLA最致命的 我们最后 我们再来听一听郭先生 对于69之后的一个评价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香港人民上级他的意义 或者说他的灭供的 最致命的在什么地方 我们看一看 各大金融市场的一些重要的期货 现货 大宗物品的场外交易 从昨天来看 昨天在七八点钟以前 基本上全世界各种市场 共产党得砸了几百亿美元 就是昨天要维持香港的恒生指数 和上海的股票上几百亿美元 也就几千亿人民币 这样的话就大家看到市场上 你看到平稳的变化 这也是郭先生为什么一直提到 是香港的金融和香港的港币 昨天6月9号看起来风平浪静 实际上共产党投入的人力 财力和物力 可以说是超出咱们想象的 那这一次 你这个几百亿美元没了 几十亿美元没了 我原来就说过货币就是信心 香港人民一百分七分之一的人 都反对你香港政府 都反对共产党 你说全世界还能对你香港有信心吗 对你香港没信心的你港币 还能撑得住吗 你CCP就这种强行的输血性质的 就像给江泽民 给你那个换肾换肝一样 你能撑多久啊 你能有几个肝几个 甚至给你换呢 就算干和肾换上了 你又能像原来一样吗 跟原装一样吗 那差太远了吧 所以战友们这是核心 共产党表面上看已经稳住了 实际上他在慢性自杀 不能是慢是快性自杀 引针止渴 我们再玩一下吧 也就是说他拿金融维稳 所以香港的这个驻港部队 还有广东警察特警 就是所谓的香港所说的特别小分队 叫飞龙队 穿上了香港警察的解放军和特警 真正的达到了维稳 暴力维稳 接下来他就得金融维稳 战友们 第三条大家干啥 大家要记住 全世界政治维稳 这全世界政治家不都是傻子 他们可能自私 但绝不是傻子 战友们通过刚才 我给詹姆发的那些推文和一些新闻 就看了 世界上这么多国家 有几个国家站出来 为香港人民说这些的 没有 没有 很少很少或者说 他们在闻着呢 这啥事跟我有力啊 全世界都盯着呢 所以说政治维稳 第四个是什么 媒体维稳 你要看到全世界的 重点来了战友们啊 跟郭先生学看媒体啊 有大智慧 谁在说 大骂小帮忙 还小骂大帮忙 这个都能分辨出来的 你可以看就知道了 你看这媒体说了半天 重点一个不说 那就是说 小骂大帮忙 然后的骂 骂了直接独血奋头 他最后两句话 给你把事给你扫 所以说 这四大维稳 是昨天 到今天下午 到今天下午五点钟 24小时 大家的分手端倪 好战友们 这是郭文贵先生 对于6月9号之后的一个评价 可以说 不管是游行 可以说游行也好 包括爆料也好 很多事情都是手段 就像两个人打仗一样 只是有把权 打在他的致命的地方 才能把他干掉 共产党最致命的 一个政府最壮 就是国家系统 经济 经济垮了 人民吃不饱饭了 你立马倒台 历朝历代都是这样 凡是没有说人民活的 像天堂一样 这国家没了 没有这是人性 本性 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 在做了这么多恶 杀了这么多人 偷了这么多钱的情况 还能苟延残喘 骗到今天 原因非常简 就是他这个表面上 经济上 还能过得去 让一部分人 还抱有幻想 觉得很安全 还能挣点钱 还能吃点好的 实际上不知道 都在慢性自杀 等到这个经济 啪塌 倒下来的时候 只有盗国贼 或极少数 极少数人获利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 都会看清楚 绝大多数人 都会 站在我们的队伍中 推翻共产党 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通过昨天香港 这个事件 加上香港 包括全世界金融市场的这种变动 也可以看 CCP 它是在直线 直线 走向地狱 现在真的是 就像王岐山一样 穿着一身西装 看起来还人模狗样的 一旦西装给扒下来 那非常的丑陋 挂着尿带的 跟个骷髅一样 腿弯弯着 你想想 现在共产党就是这个状态 表面上看起来 还挺强 好像还是那么回事 但实际上 已经血派快被抽干了 最后呢 战友们 我们分享一个 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关于 我们伟大的 习主席 去俄罗斯访问 结果发生了一个 小的意外 那这个到底算不算意外呢 还是有意而为之呢 还是蓄谋已久呢 我们看一看 首先我们听听 郭先生对这个事情的评价 昨天 大家没有意识到 在俄罗斯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 在俄罗斯的 这个经济讲坛论坛上 然后习近平先生 下去给他握手的时候 有人怕拽 当时俄罗斯的特工 直接把他给 那个给搂住了 不搂住 直接拽下去 那就肯定 没命就没了 那就百分之百没命了 绝对不是说握手 他的腿膝盖受伤了 绝不那么简单 绝不那么简单 一会儿我会用事实和证据 用视频来告诉大家 是郭先生是在胡说八道 还是事实 一会儿咱们拭目以待 昨天这个拉下去 我这一下拉下去 你去想想 谁人握手 能举到一个一米六的台子 那是一米六的台子 到这个位置 然后给人握手拽人家 可能吗 是无意的吗 那绝不可能 这个事情会对共产党的党内 造成一种巨大的一种心理的阴影 他会想说万一你那天 你再被拽下去 我们咋办 另外一个就是 你就把他拽下去了 咋没拽下去呢 是吧 这两种人心里就出来了 再一个就加深了 国际上和国内对他身体不好的怀疑 所以昨天这个近两个小时的海 就是各种金融市场场外的交易 那速度是上去了 为什么 这个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心理阴影是巨大的 这是一个绝对是带来了不确定的因素 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在我看来 香港这儿 人民上着街反对你共产党 都指的是你共产党 让林郑月娥整了这个鬼法律 谁都心里明镜似的 然后你去俄罗斯还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你看现在共产党 真的是内交外困 现在是对付共产党是理应外合 绝对是这样的 你看 连这种招都敢用了 公开场合就敢去拽习近平 你想这谁有这胆 战友们 那国内还有谁敢对不对 那老老大 除了老大就是老二呗 对不对 肯定我觉得老三都不会干这种事的 好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视频 我们来看一看战友们 这个视频其实很有意思 虽然不是很清晰战友们 但是我们只要把它放慢十倍去看 我相信你看到的所有的细节之后 你就知道郭先生说的 到底他是不是蓄意而为之的 刚开始 你看这细节啊 看到吗战友们 这个细节是啥 现在这个男人握手里面就是习近平 然后这时候我们习主席很尴尬啊 因为在国内都是众星捧月 懂不懂战友们众星捧月 这突然啊没人搭理自己的 显得就有点啊空落落的啊 所以就要啊找点这个啊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看一下 注意观察这个细节和表情啊 很尴尬 看看这镜头了吗 故意放一遍镜头是这个人啊 跳过心 实际上他已经给习近平握过手了啊 所以这镜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但是他这个镜头肯定是 他表现的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们再往下看 看很尴尬 按看 结束 看了吗 突然觉得没人搭着 开始啥了 开始往下看了啊 就是懂了吧战友们 找到存在感啊 没事 台上没有卧 咱们卧台下行不行 这就是我认为就是人的一种 没有信仰的一种感 就是说非得得到别人的认可 或别人的那种追捧 他才会有存在感 这就是没有信仰很可怜的 来我们再往下看了 看啊 我在这儿开始战友们 我开始放慢啊 十倍放慢 战友们仔细观察啊 战友们首先看这个台下 台下的人流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就台下的人的这种位置的变化是非常的迅速的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看了吗 找那种感觉的 大手约会底下一帮小粉豪 另外战友们要注意一个细节 战友们看我鼠标指的这个地方 这个人他可能是保镖 因为他的脸是对着这些记者的 对着观众的 而且一般保镖我觉得他的身高都不会太矮 而且还是俄罗斯人 所以说这个台子他是非常高的 而且习近平的身高也很高 超过1米75 具体我不知道 但绝对超过1米75 很高很高 所以说而且战友们看他前几次握手 都是并没有把腿太弯下了 只是弯弯腰 所以我觉得能够着他手的人的身高 也不会太矮 胳膊也会很长 而且战友们看下部的人流 看到吗 人流 有往左走 有往右走 也有往前走的 看这一个 看 看了吗 战友们 这是非常大的一股力量 把他拉过去的 这是我给大家放慢的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他这个幅度特别特别的大 最开始他握手都是仅仅是弯弯腰 腿甚至都没弯 而这个是直接 就基本上在镜头上已经消失了 而且人家毕竟也是一个扛过200斤的也是 也是挺大的一坨 最起码得有160 170 我觉得他得有180 我觉得得有180 这个习近平 所以这么大一个坨地 多大的力量能直接 把他一下子拽到 这个 台子 就是平面上 他现在能看习近平 看不见了 他已经跑出镜头之外了 这说明这个人 他不是记者 他应该是保镖 他的力气很大 你就是一块死肉 你200来斤 170斤 你咔 给他拉成这样 那也需要很大力气的 所以肯定不是记者 他肯定是保镖 而且这个保镖有可能就是从刚才 人流中看习近平要跟下边握手 他去往前凑 往后去 去到这里的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猜测 他可能不是记者 或者是隐藏在记者里的保镖 绝对不是一般的人 要一般人没有这么大的力气 他毕竟习近平的体重在这摆着 身高在这摆着呢 第三 他这个 他不可能一点劲都没有的 对不对 不可能一点 毕竟那么大头呢 你看 你看 看到吗 战友们 这头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看到吗 看到吗 这是多大一股力量 然后现在你看 这个保镖 给他弄起来 其实在这里 我没 我刚才给大家指一个保镖 就是那个 头对的观众 我不知道 是他给 给那个 拉他手能拥开了 还是 说他把习近平接住了 还是他也是 配合 但我觉得他应该是 把那个 人给 推开了 要不然 我觉得习近平就真就下去了 看到吗 战友们 看到他的表情了吗 习近平的表情 很 可能是撑着了 或者说可能反正吓 吓得不轻 这肯定不是简单的一个握手 然后 绝对不是 这个人 一 他身高 我觉得 一米八五左右 第二 他练过 非常有力气 才能一下子 把一个200斤的土 还就有点 有点这个反动力的 咔 一下子给 给 给 拉成这个样子 看到吗 战友们 看 直接就下去了 看到吗 战友们 看他那只手 看他那只手 看到吗 他那只手 直接抓到那个保镖的手了 看到吗 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力气 你看他起来多费劲 你看他起来多费劲 这绝对不是简单摸摸摸手啊 所以说郭文贵先生说他是被抓下去的 绝对是被抓下去的 是不是 那我可不知道了 好的 所有的战友们 这期的节目 就到这里 所有亲爱的战友们 这就是我今天 要跟所有的战友们 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 最后 最后 再次呼吁所有的战友们 关注香港 支持 勇敢伟大的香港人民 支持 香港人民的 6月12号 再一次震撼世界 香港人民的胜利 就是我们的胜利 We are one heart 说实话 看到香港人民上街 我在想象 如果咱们中国老百姓上街的那一天 团结起来 14亿人 团结起来 一半 那就多少人啊 多么震撼啊 对哦 然后再像香港人民一样 有素质 有计划 有组织 然后漂亮的 从共产党手中 夺回属于我们的幸福 尊严和安全 然后把共产党这个魔鬼 让全世界都惧怕的魔鬼 送进地狱 让他永无凡身之日 万劫不复 再一次 向所有 被面具先生误伤的战友们 这当然是真心的战友们 表示感谢 面具先生不想伤任何一个 真心的战友们的心 我也不会去伤 任何一个真心的战友们的心 我再说 我批评的 我讨厌的 我憎恨的 是那些真正的忘记 我的枪口 对准的就是盗国贼 和欺民贼 和爱国贼 绝对不是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 和更不可能是我们的战友 所以希望所有的战友们 千万不要往我的枪口 让撞 我只向盗国贼开火 向王岐山 孟建筑 孙力军 这种 剥削了我们老百姓的人 开火 向那些颠倒是非 瞪眼说瞎话 欺负 欺骗 我们老百姓的这些人 开火 谢谢所有的战友 我只解释这一次 日后的一切的事情 都会水落石 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 战友们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